昨晚十一点多 苹果狗仔大队 在苹果娱乐新闻棚外守候 最先等到的是王兴如 他和女助理边等计程车 边玩手机 忽然间 原来王兴如只是东张西望 身为主持人的你 警觉性还是太低咯 随后他和助理上计程车回家 把等车的棒子交给围棋 大家都坐小黄离开压轴登场的翁兹曼 只需要打一通电话 就有专车来接他 仔细看看他上的还是后座 果真是大小姐一枚啊 苹果娱乐新闻 可惜不是男朋友报道 而是 这个道路